明万历47年 一名广东东莞级的生员 在经历了四次会试落榜的波折后 终于在第五次会试高中进士 结束了十年寒窗苦读之生涯 尽管不是名列前茅 但对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 在科举苦海中挣扎的学子而言 已是修成正果 至少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这名35岁的新科进士 就是后来明阳天下 又争议极大的晚明将领袁崇焕 获熙福熙 正是在袁崇焕新近近视这一年 千里之外的辽东萨尔虎 爆发了一场决战 这场明朝与后今之间的全面战争 奏响了大明帝国的晚歌 袁崇焕的命运也将因此而改变 萨尔虎一役 明军三路丧失 杜松 刘廷等将领接战亡 后今已少胜多 明军损兵折将惨败 这一仗明军究竟损失了多少人 后来清朝方面的史料说 明朝辽东惊略杨昊 以二十万兵 号称四十七万 显然有所夸大 而杨昊战后 自己会保说仅有七万兵力 也有为自己开脱之嫌 综合看来 识人王在晋 在三朝辽氏实录中记载的 八万八千余人比较接近真实 这个损失对本就行将旧木的明帝国而言 无疑是致命一击 萨尔虎之战对大明帝国的副作用 不仅限于军事失败本身 而是后续的一切的影响 就战役本身而言 明军三路丧失 损兵折将 将士数目明显减少 军事力量大为削弱 政治上 朝野内外充斥着埋怨与悲观的情绪 人心惶惶 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说 三路丧失之后 人心不顾 兵器不扬 社会上 大量官兵阵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大明朝的威信受损严重 对整个明军部队的士气 也是个极大打击 相对的 战后 后今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后今八旗制度建立于万历四十三年 至万历四十六年 攻取府顺后 获人出数十万 开始使用投降明军补充到八旗中去 次年萨尔虎之战后 明军除阵亡和溃散者外 也有大量被俘 后今兵援因此迅速增加 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 后今以前有长甲军八万余计 不足六万余名 今则长甲军十万余计 短甲军亦不下级数 双方军事实力此消彼长 后今局部军事实力 见有超过明朝之趋势 战后 万历首府方聪明 敏锐地察觉到了 后今诺尔哈治对明攻略的改变 他于万历四十七年 三月二十八日的一份奏书中说 后今在关北 狙击力量已久 没有男亲主要是之前 畏惧大明兵强马壮 但经此一拜好 诺尔哈治看穿了我方战斗力 目中已不把大明朝放在眼里 所以 违京之计 须以首辽为第一意 辽东问题 成了生长在大明帝国东北方 一颗恶性肿瘤 尽管后来 又一个接一个的医师 精略辽东 开出各种药方 试图切除它 最终仍无法阻止其扩散 万历四十七年夏季 新晋进士 袁冲焕已离京南下 被朝廷任命为福建少武之县 当时辽东战事是关内朝野的热门话题 身在官场的袁冲焕尤为热衷 尽管自己任职之地离辽东十分遥远 但他时刻关心辽士 美玉退伍老兵就好与其谈论 边赛兵士 久而久之 袁冲焕也就成了当地官场中的辽东通 他也认为自己有镇守边关之才能 只是此时尚无带兵资格而已 关外的战局又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年六月初时 罗尔哈赤亲自率领后勤四万兵马 挺进明帝国设在东北的重镇开元 十六日兵临城下 事宜 马林 于化龙 高真等名将尽数战死 兼军政之贩逃回明朝 后勤破城后 罗尔哈赤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屠城 从十六日至十九日 后勤兵马在开元城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据一位激流后勤的朝鲜人记载 奴求献开元 屠害人民王律六七万口 子女财博之抢来者 联络五六日 罗尔哈赤进战开元后 更多的明朝地方官投降后勤 趁着开元之胜 罗尔哈赤一鼓作气 于七月将建峰直指大明朝 在关外的另一个重镇铁岭 开元失守后 明军事迹大佐 整个辽北大帝一片惊慌 在后勤兵攻来之前 铁岭城内子女玉伯都预先转移了 只剩下守城军人 镇守此地的 有铁岭游击玉成明 史凤明 李克太等 城外虽也有各小保守军 但基本依靠不上 7月25日 后勤发起进攻时 守军有一半 没来得及入城 被后勤军拦截在城外 刚交战就被击败溃散 铁岭守将聚成牵手 而此时的后勤兵 经过开元等战役的历练 也逐渐适应攻城之战 充分发挥了战车云梯的作用 攻城开始后 明军守将下令 重兵施放枪炮 投掷石块 开弓射箭 但后勤军不为炮火 利用云梯攻破了舵口 跃入城内 铁岭守军不可谓不英勇 一城皆中意 玉成明 史凤明 李克太等守将 进入巡国 抵抗者几乎都战死方休 诺尔哈赤入城后 照例展开了野蛮屠杀 包括当年的名将 李成良的从直 李如挺一家数十口 皆在此次兵火中遇难 而更令守军寒心的是 当铁岭遭受后勤屠戮时 辽东总官兵李如真 始终不动如山 拥兵不救 开源铁岭这两座重镇的沦陷 直接影响了明帝国 在辽东的全局防守 在铁岭值以前 喀尔喀蒙古和叶赫女真部 都归属明朝 诺尔哈赤进军铁岭时 喀尔喀蒙古贝勒宰赛 巴克 巴雅尔图 瑟本等人 还率兵前往铁岭元明 与明军联合作战 铁岭失线后 诺尔哈赤腾出手 第一个对付的就是宰心 他迅速发兵 一路追击至辽河 生擒了宰赛等150余人 同时 叶赫布失去了靠山 在惶恐不安中 等来了诺尔哈赤大军压境 将叶赫贝勒金台籍所居的东城 重重围困 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 金台籍自焚 已是不投降之决心 后卫烧死 被诺尔哈赤捉住后处决 聚首西城的布洋谷 见大势已去 率不投降 至此 诺尔哈赤完成了统一女争的大业 开源铁岭之意 对于后金而言 绝不仅是打击了明朝在辽势力 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他促成了后金与蒙古的进一步联合 也完成了女争各部的统一 如果说萨尔虎之战后 后金只是在军事实力上 有超越明朝的趋势 那么此时的后金政权 已是盛况空前 足以和明帝国分庭抗礼 从萨尔虎战败 到开源之战的几个月里 朝廷上下因辽氏争吵不休 最终 朝廷把最大的希望 寄托于一个熟悉辽氏 又满怀壮志的不一老人身上 他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自飞白 浩之刚 湖北江夏人 实在 熊廷弼个头很高 织兵善舍 游单有识 万历三十六年 曾以御史寻案辽东 颇有作为 但后来因为 棒打声援致死一事 与寻案御史 京阳智相互 在奏章中攻击 京阳智 地上奏章 弃之而去 熊廷弼也因 听后合查 回家乡 沦落民间 如今 朝廷竟然再次启用 赴贤在家 年过半百的熊廷弼 升任其 为兵部幼侍郎 监督察院 又迁督 御史经略辽东 这一方面 固然因为熊廷弼 较一般 碌碌无为之辈 雄廷弼尚未启成 开源失守的消息 便已传来 他立即上书皇帝 说明收复 开源的必要性 主张调兵 发响造武器 并恳求万历皇帝 莫听信谗言 以致 勿臣勿辽 兼勿国也 万历皇帝 一切允许 并赐熊廷弼 上方宝剑 以重其权 熊廷弼带着宝剑 与异乡热血 离京北上 但当他出山海关 行至杏山之时 铁岭失守的消息又传来 举国上下 皆笼罩在一片 辽碧王的悲观气氛中 赴辽帝一路 看见的全市边地官兵逃亡 人心惶惶之警 他先抵达辽阳 又赴府顺 在那儿遇到总兵贺世贤 贺认为 此地离敌人太近 劝阻他离开 但熊以冰天雪地 敌人想不到自己会来为由 义无反顾入城 熊廷弼入辽东后 干了几件事 第一 严惩失职降临 以震军心 第二 开弹攻击死难军民 第三 尚书请求发放武器 并命人打造重炮数百门 白子炮上千门 鸟冲七千鱼只 盔甲盾牌等数十万件 第四 叶赫被灭后 沈阳空磊独立难支 熊奏请并获准退守沈阳 立保孤城 他命人在辽阳城外 挑豪助援 借水为防 并向皇帝提出 后级兵马守险药 熊廷弼判断 后进入侵有四条必经之路 他要在这四条要道上不防 每路射兵三万 镇将射兵两万 或迎击或横击 各路独当一面 以成全局 此外 因兵马外调 辽城空虚 也需再射兵两万 平时助手 有失侧影 海州 三叉而合 射兵一万 联络东西 金赋二州一带 射兵一万 防护海运 这样算下来 总计十八万军队 皆无需射 而与此配合的 需要九万匹马 三百二十四万两军饷 雄庭弼的这个奏本 万历皇帝虽是批了 但还没等落实 如此巨大的聊响 已引得满朝哗然 弹劾雄庭弼的奏本 一个接一个 弄得身在关外的他 也不安其位 弹劾的人分两类 一是以立科己事 姚宗文为典型 此人与雄庭弼有自愿 现在聊响问题 一出便趁机调逝 理由虽冠冕堂皇 实则夹带私火 完全无事 边防大计 其二是纸上谈兵 好高论者 如玉史故躁 他批评雄庭弼出关一年 毫无成就 只知道拿着上方宝剑 作为作福 倒雄风潮 一浪高鼓一浪 偏偏祸不单行 万历四十八年 做了四十八年皇位的 万历皇帝驾崩了 太子朱长洛几位 视为明光宗 新皇帝刚登记一个月 红丸案发 皇帝又死了 皇位只好再往下顺 传到了朱游孝手中 视为明喜宗 当年八月 诺尔哈赤亲自带领朱贝勒 鲁掠义路 朴河 沈阳守将贺士贤 暴城仙 出城抵御 后金军追击 直至沈阳北门 名将李炳城 赵帅教的抵御之兵 也被追击至城东魂河 这是熊庭弼 经略辽东时期 后金最深入的一次进攻 也成了朝廷内部 请求罢免熊庭弼的 一大口诗 面对雪片般的弹劾 熊庭弼一开始 还上书辩解 结果激起更多朝臣弹劾 熊一怒之下 交还上方宝剑 力求罢制 此时 适逢己事中 魏英家复合之 朝廷允熊庭弼去职 熊庭弼 这一年的辽东经略生涯 还没真正施展 就在弹劾声中终结 对于熊庭弼的去职 无论诗人 还是后世 都多有惋惜 朝鲜方面的史料 甚至说 使庭弼尚在 安有鲁马之南目乎 这一点 符合人们 对悲剧英雄同情 其功绩也容易被无限拔高 但历史不能假设 熊庭弼毕竟离开了 倘若其在 是否能保住辽审 永远只能是推测 但熊去职一事 不难看出 明廷党征之列 其后的魏烟当国 东霖复起 南明的红光党征 实在也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明天起元年 这是袁中焕 在福建少武当支县的 最后一年 从他不久后的表现来看 身在东南的他 一直关注着 战云密布的北国边赛 巧合的是 自熊庭弼辞关后 经略辽东的人 几经波折 最终也是一位 原姓官员走马上任 这位大人叫袁硬泰 早春三月 千里之外的辽东 还没有从冰封雪洞中复苏 后今的八旗铁骑 已打破寒冬的沉寂 这里又将迎来一场血战 三月十日 诺尔哈治 集挥下朱贝勒统领各部 浩浩荡荡 自萨尔虎出发 带着工程所用之云梯 战车档顺魂和而下 日夜兼程 于十二日 兵临沈阳 明军四方速将 云集于辽佐 听闻后今兵来 多位苏不敢站 只有镇守沈阳的 明将赫世贤 游士公率军抵抗 后今攻沈阳之初 以小谷兵力 先行掠夺 魂和以南的地区 企图引诱明军出战 当明军稍作抵抗 后今军急撤离 而赫世贤不知实际 竟率精锐部队突进 结果遭后今 经济四合 被重重包围 城内也陷入混乱 当时有人劝赫世贤 突围撤退 贺言自己身为大将 不能存成 无面目 见缘精略 遂徽边突入敌阵 栗战而死 与此同时 城池被攻破 游士公遇率兵救赫世贤 但因后今攻势凶猛 部队被击溃 犹意战死 此意 明军战死者据说 高达七万余人 沈阳终究落入后金手中 占领沈阳并肃清周边 明军后 八起铁骑 又马不停蹄 直逼辽阳而来 不过辽阳的情况 与之前城市不太一样 前文讲过 熊廷碧经略辽东时期 曾主张坚守辽阳 在城内外 修筑了许多防御攻势 袁印太的策略 大致与熊廷碧差不多 当沈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 他立即下令 收缩兵力 死守辽阳 3月19日中午 后金大军 禁抵辽阳东南角 还未过河 袁印太 吉令总兵李炳城 侯师路 梁中善 朱万良等将领 率兵五万 出城迎战 后金方面也不轻敌 贝勒 阿纪格 黄太极 接亲自领兵出战 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 黄太极率兵力冲杀 突入明军营内破支 明军两路 皆败阵而返 回城过程中 又因争相进城 而死伤无数 4日 后金军开始正式攻城 袁印太亲自督兵出征 并充分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 这天 东城门外的明军 排列枪炮三层 连发不止 给后金军造成不少伤亡 为了鼓舞士气 袁印太还将自己的家兵 组成狐吕军 派去驻战 此意 攻方勇猛 守方坚毅 势军力敌 在交锋之初 罗尔哈赤命免甲兵携战车攻城 明军则以大炮还击之 列阵为步兵在前 骑兵在后 一开始倒是能有效阻挡后金进击 但当后金两股精兵杀来后 明军阵脚就卸乱了 先是骑兵 在后金军的反复夹击中动摇 接着败兵争先恐后 往城内退却 蜂拥过河 后金的穷追不舍 坠河淹死者不弃其数 一时尸海满击 河水尽致 外围明军溃队后 城内仍有组织抵抗 整个夜里战斗都在进行 战至四日天明 后金军发起总中锋 袁印太亲自上阵 督促城内明军 列顿抵御 但已难挽败局 守之傍晚 城内的后金间谍也开始行动 他们四处放火 大搞破坏 城内一时火光冲天 守城部署 土崩瓦解 袁印太健壮 便知大势已去 辽阳避陷 不肯背负的他 便在这通天火光中 行至城东北的镇远楼上 字役殉国 辽阳失守后 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里 大批军民 携老服幼 潮水一般涌入河东地区 明帝国的统治者束手无策 袁印太殉国 辽东侵略又处于无人状态 朝廷不得不考虑 重新启用老将雄庭壁 天启二年 袁重焕在少午终于熬到了 三年任职期满 回京述职的时候 这一年 辽东战士 依旧不太平 辽阳失守后的一段时间内 负责主持 明军战略撤退 以及在辽西部防的 是本身就驻守广宁的 王化珍 大溃败的败局之下 王化珍召集溃散官兵 联络西部蒙古 并请诏域朝鲜 试图安定人心 挽回局面 朝廷重新启用熊庭壁之后 熊也只是驻守山海关 辽西防务 仍寄托于驻广宁的王化珍 遗憾的是 两人遇敌方案 始终未能统一 此时 诺尔哈赤再次发动进攻 广宁一战 不仅使关于王化珍的 一切神话破灭 也导致 他与熊庭壁 从封疆大吏 沦为阶下囚 袁重患抵京之时 正抵广宁熬战之际 辽东又是满朝文武的焦点 这几年来 袁重患一直就以 好弹兵而闻名 久而久之 对辽氏的知识水平 也比一般官员高出不少 袁重患到京城后 时常与人谈起边官战事 又以边才自诩 一个七品芝麻官的这些举动 引起了山西道御史侯巡的注意 侯巡听闻了 他的一些见解后 认为此人可用 最向朝廷举荐 破格升袁重患 为正六品的 兵部职方司主事 没过多久 边官再度传来噩耗 广宁失手了 消息传至京师 朝野上下惊慌的六神无主 天启皇帝 更是抓住首府的衣襟 急得哭泣起来 而此时当务之急 是要再选一名得力的将帅 速往前线应对危局 危局之下 袁重患做了一件 令人惊叹的事 一天 兵部职方清利司 发现袁主事没有来上班 派人到其家探望 结果发现 袁并未在家中 家人也不知道 他去了何处 一个六品主事 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大家又惊又急好几天 袁重患终于归来 这时大家才知 他是在听闻 广宁失手的消息后 单枪匹马赶到山海关 搞实地考察去了 回到清师后 袁重患将他在官内外 考察的成果写成奏本 一一陈述 同时还说出一句 惊害众人的话 给我兵马粮草 我一个人就能守住这里 之所以语出惊人 是因辽东行事 的确不容乐观 从萨尔虎之战 至今仅过去三年 但辽东经略 却像是走马灯一样 换了多少人 但凡坐上这位置的 都战死的战死 下狱的下狱 鲜有善终 如今 袁重患竟放话说 只需他一人足矣 自然引人注目 朝廷正直用人之际 袁重患 既有这番豪言 对辽东战事 也有所了解 很快就被破格提升为 兵被牵制 监督关内外的军队 调发官顾金钱二十万 让其招募士兵 去协助新上任的 辽东经略王在晋 王在晋 当时的不防思路 基本继承了雄庭壁 他们承认 后今崛起 与八旗兵的战斗力 必须保守谨慎 辽审失守后 山海关已为边塞 不如重关涉险 为山海以为京师 同时修建八里铺重城 加以防卫 但袁重患 不同意这样的不防 他主张 在山海关外第一位驻军 同时兴建宁远城 这样可以有效保住 关外数百里国土 王批评袁的部署 太过冒进时 原则以我不惜命对之 相比王在晋而言 袁重患的构想 更具进攻精神 但王在晋的保守 也不无道理 山海关防御攻势简陋不堪 明军经一系列败仗后 士气薄弱 的确也经不起败仗 王在晋深知 兵兵善走 实战中 一旦碰上强敌 兵败如山倒 杀之亦不能止 即使是截杀逃兵的督战队 也会一同崩溃 将防线延伸 的确有很大风险 倒不如兴建八里铺重镇 集中兵力 使其成为死战之地 所以 在与袁重患争执中 王在晋亦不相让 并反问袁性命与封江熟众 新官上任的袁重患 血起方刚 争论多了 他便认为 王在晋这个人 没什么远略 也就逐渐不进遵旗令 并先后两次 直接将自己意见 报告给首府叶向高 也算是参了王在晋一般 不久后 天启皇帝的老师 孙成宗寻编 与王在晋 就国防策略问题 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辩 孙成宗的观点 与袁重患一致 反对将关外数百里国土 就这样拱手让人 王在晋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孙成宗回京后 面奏皇帝 说王在晋不足任 笔舌更自训利 然陈雄博大之未能 直接导致 王在晋被改任 南京兵部尚书 巴里铺重城 也因此停工 孙成宗自请都师 精略辽东 走马上任后 立即采用了 袁重患守宁远城的主张 从此更加重用袁重患 袁重患自视为 边关将帅之才 侯寻认为 袁重患可用 孙成宗也一众他 但王在晋却认为 其义气勇士 爱说大话不误实 袁重患 这个一生极具争议的 晚明名将 在他征途的开端 就充满争议 是护国驻石 还是误国庸臣 只有到战场上去检验 前方的第一站 是一座较宁远的孤城 那么走马上任辽东 在前方等待着袁重患的 又将是何种风云呢 一座达宁远的孔寺 和咱们离开端重患的孔寓 在前方的孔寺里面 又在这儿 也不振着 那一座达宁远的孔寺